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凤 医术高明 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因为他治好了一个人 谁呀 吴国的左将军 释谢 说有一回 左将军释谢生病了 找了别的医生来看 结果是越看越重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怎么办 赶紧驾着马车 把董凤从外地接到吴国 可是等到董凤来到世纪的病榻之前 人已经死了两天了 家人 你看董凤 医生 你可爱的 你赶紧看看吧 董凤说 我看什么呀 人都死了两天了 哎呀 您不是有起死回生之术吗 起死回生 这这这我不行 您不行 哎呀 我们家老爷完了 我们家老爷完了 董凤瞧 这样吧 我试试吧 弯下腰 眼睛打开 扒开嘴瞧瞧 全身上下都检查一遍 这样吧 我这有两枚药丸 给它吃下去 看看怎么样 如果见效 那还有救 如果不见效 那我也没办法 我们有回天之力啊 拿出两枚药丸 捣碎了 祸着水 愣灌进去 全家人加上董凤都在旁边守着 一夜过去了 咕咕咕 鸡叫了 太阳升起来了 天亮了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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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行医还特别讲究医德 老百姓来找他看病 不收钱 抓药也不用钱 那他靠什么生活 自己种田 有时候上山采药 把药卖给药铺子 赚点钱 有些老百姓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心想我们总得送什么东西吧 董工说 这样你在我家周围 种杏树 要是病重的 种五颗 病轻的种一颗就行 这树苗都由董峰来提供 从此之后 董峰的病人就留下一个传统 什么传统 病好了 种树 几年过去了 董峰这宅院附近的杏树 已经长一万多棵 杏林如海 这杏树到了年头 又长了杏 董峰就和大家说 你们那要是谁想吃这个杏 就拿米来换 一盆米换一盆杏 在那个年头 一盆米还能有一盆杏的价值高 很多人都愿意来换 尤其是家里 粮仓富裕的都来换 几年又过去了 董峰家里的粮食越堆越多 这些粮食也不白放着 当然 周济穷人 老百姓感念董峰 给他送了一块匾 由于他家里周围呀 杏树特别的多 在扁上集的字就是 杏林春满 杏林春满这个成语 沿用到今天 是指一位医生 他的医术高明 医德高尚 好了 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提出 我们下期 再见